董特首 姬夫人 何特首 各位同事 各位朋友 感谢董特首 特区政府和隔阶的朋友的深情后裔 今天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我和我的陪同人员 借此机会我向香港的广大同胞表示 我们最真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我也要对在座的各位同事 各位朋友 你们在振兴香港的事业中间 所做出的艰苦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 我对你们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党刚刚召开了16次代表大会 选出了新的中央以胡锦涛统治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 我相信我们新的中央委员会 及其领导帮子将会高举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其枝 按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要求 全面地建设小看社会 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我也相信 党中央国务院将继续坚持一国两制 感人质感 高度自治的方针 我们也将继续 始终切尽全力 动用我们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和手段 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香港当前面临着困难 但是我们始终认为 这个困难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 几十年以来 香港的同胞 用他们艰苦的创业精神 创造了香港的繁荣和辉煌 但是在繁荣的景象中间 也积累了泡沫 在成功的喜悦中间 也埋下了隐忧 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那么这种结构性的矛盾 就暴露出来了 造成这种困难 绝对不是一天两年 一年两年 但是 我相信我相信香港在董建华先生和特区政府的领导地下 一定可以 克服这个困难 大家要问 你作为国务院的总理 你能够提出什么质感的良策呢 那我很坦率地告诉大家 我对香港并不了解 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我记得 1998年的时候 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 叫戈尔 据说他最近还到过香港 他见我 他说 听说你很崇拜 Mr. Greenspan 我听了 不太高兴 我说 我很尊敬 Greenspan先生 我愿意向他学习 当时 他在美国干得很好 到中国来 不一定干得比我好 我因为在中国搞经济 半个世纪多了 五十多年了 我对于中国经济的 每一个脉步的跳动 我都还是听得出来的 但是我对香港的知识 静静向于 每天看两份香港报纸 有时候三份 我没有在香港生活过 就凭我这两天 每天看两份报纸 就能够提出质感的良策 那是江湖一生 但是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就是 就是克服香港当前困难的力量 和办法 就存在于香港的体制之中 因为 香港 具有十分开放的经济体制 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 效率比较高的 政府公务员 特别是有一大批优秀的 企业管理的人才 跟世界各国 有着广泛的联系 是世界 亚洲的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服务中心 香港的优势 并没有上市 它的竞争力 它的实力 依然存在 它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 克服当前的困难 我的这种认识 来源于 分析 黄首 世界 我们没有看见 未见几家荒落 但见几家愁 我们就讲日本 日本已经是多年的经济停舍 它的结构性的矛盾 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现在也没有看到 它的复苏的迹象 今年11月不久以前 我在柬埔寨开会 释迦山会议 我见了小泉首相 钟日韩三国领导人的会晤 那么会后 我对小泉首相讲 我说我完全支持你的改革 尽管遇到很大的阻力 你现在所用的这些方法 我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我都用过 你们也用过 你们前两届首相都用过 但是你们执行的这种 积极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 没有我们一贯 没有我们坚决 也没有我们有效 如果我今天处于你的地位的话 我也会像你这么做 我希望你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